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当前正值大投资时代,起源于疫情期间的热钱风潮 正因令人们向投资之路勇敢前进 打开网路,各种机会满天飞,风险也与获利并存 而在所有风险之中,最亏最惨的一种便是遭到诈骗 这当中不存在获利可能,任何受到诈骗的人 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全身而退 说白话点,被诈骗的是死在踏进市场前的那块台阶之上 还没真的进场投资,钱就输光了 而在火热的外汇市场上,目前也存在几大常见的投资诈骗手法 本期影片必要来聊聊这个话题,分享一些案例 希望能跟朋友们一起避开火坑 我们后段影片中的不少资讯 来自英国的大型交易集团IG 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何会选择这家公司 作为外汇交易供应商的佼佼者 IG集团的历史相当悠久 1974年诞生于英国伦敦 是富时250成分公司 也是全球最早提供差价合约交易的企业 当前已在全球五大洲开设17个销售办公室 至于安全性面向 IG每家分公司都在所在地接受监管 像是英国FCA,澳洲ASIC,新加坡的MAS,百慕达BMA 他们将客户资金与自由资金隔离存放 即使IG或存放银行倒闭 客户的存款仍受到托管资金的法律保障 而在操作方面,IG的交易单设计的简单清晰 市价、点差与保证金一目了然 其中还内置接入MT4等市场上的主要平台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IG设有保证停损 能够完全实现资金保护 更好的管理风险 此外,IG也设有中文网站 以及广东化与普通化的专业客服服务 服务时间为香港时间早上五点半到隔天早上两点 对华语用户来说非常友善 加上近期IG推出迎新回赠活动 新客户在正式开户以后 两个月内的点差货佣金 IG都将跟进回馈相同的回赠金额 上限最高可达150美元 对外汇交易有兴趣的朋友 请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这里要提醒大家 目前IG并没有官方的LINE账号 任何声称代表IG的LINE账号 都未经授权且具高度风险 应被视为假账号处置 此外,投资有风险 选平台需谨慎 CFD为复杂的工具 由于杠杆作用 存在快速亏损的高风险 大家进行交易时 务必做好风险管理 我们过去在影片中介绍过 外汇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 每天的交易量 勾达起早5000亿美元 流动性高 又不亦被操控的特性 使得汇市日益受到欢迎 并与股票与房市 并称股汇房三市 外汇市场 指的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 从事外汇买卖的交易场所 运作基础来自汇率的升降 其中货币价值的高低变化 不仅可被用来操作投资 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向日币不断走遍 就增加外籍游客 牵去消费的动力 而在这个市场上 存在以下几个常见的诈骗手法 第一种该留意的 便是隐藏在话术之下的陷阱 俗话说魔鬼藏在细节里 任何带有杰出成效的宣传 或多或少都隐蔽了一些资讯在其中 而在外汇交易领域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 就是超乎常识的高反佣或高回馈 外汇诈骗集团常见的手法 就是寄出重大回馈优惠 唯一的条件就是满足入金门槛 但如果看到反佣的利率过高 朋友们就务必要提高警觉 因为这是外汇诈骗的常见手法 背后甚至有庞氏骗局的可能性存在 在许多案例中 人们入了金 前面也能领到钱 但后来进场的 却突然发现遭遇恶性倒闭 最终不只拿不到反佣 甚至连本金也无法领回 至于多少的利率算过高 这里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标准值 建议朋友们参考有信誉 且真实受到金融机构监管的平台 看看各家普遍给出的回馈数字 再拿来跟目标物比较 就像在买菜比价一样 多比几家不吃亏 成绩这条路线 我们要带出第二个常见的诈骗手法 那就是利用高反佣加上介绍奖励 有亲朋好友向深盘宣传的骗局 在第一条中我们聊过 某些类似庞氏骗局的诈骗手法 让受害者的操作简单快速 反佣也是给得毫不啰嗦 这样就会塑造出一个看似稳当 无害的迅速赚钱方式 而某些平台会加码推出介绍优惠 只要推荐一名使用者进来 不管是开户还是达到入金需求 都会给予相对应的奖励 也因此不少人自己尝到甜头后 便秉持有钱大家赚的心力 开始好心地帮平台宣传 甚至协助亲友开户操作 进而扩大受害者的群众数量 这里我们不是要朋友们怀疑亲朋好友 而是在投资市场上 任何资讯都值得怀疑 小心时的万年传 家人朋友会不会骗你 跟平台会不会骗你是两回事 请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第三个常见的诈骗手法 则是代操跟跟单诈骗 这类诈骗常见于各大 网络平台上出现的宣传广告 其中不少广告都塑造出 专业老师的人设形象 并晒出漂亮的获利成绩单 鼓吹朋友请他代操 或跟着分析下单的利润 会有多么惊人 然而 在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 这些人的成绩可能全都造假 或是存在取样上的偏差 进而误导消费者搭上错误的列车 即使验证获利成绩是真的 也跟你会不会骗是两回事 在很多案例中 诈骗集团 嫌疾会让受害者赚到小利 之后不断吸引受害者追加资金 最终一次收割 让人血本无归 第四个常见的手法 在于假网站 钓鱼网站 或有片下载 不明的交易软体 这类做法是在平台上下手 有的会将精心设计的钓鱼网站 卫装成正规网站入口 在投放广告 加以宣传 这类钓鱼诈骗 通常会要求投资人输入个人资讯 像是正版网站的登录诈密 或是信用卡资料等 并借此获得不法利益 除了钓鱼网站 目前各大平台上 也存在许多来路不明的团伙 有些人会透过LINE 脸书 Telegram 或其他通讯软体 刺激与受害者展开联络 一步步消除对方的戒心 同时引导受害者进行一系列操作 过程中每个动作都有预设好的明目 只要第一步的心理建设破防 中招后就很难自力逃出 对于这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绝大多数有拍照 且受监管的正规外汇投资平台 都不太可能透过通讯软体 一对一指示客户下载不明的APP程式 也不会在平台体制之外 指示客户入金到指定账户 也因此遇上这类状况 多半就是诈骗 第五个常见的坑 是以合理包装不合理的诈骗手法 我们知道正规的投资中 风险总是与报酬并存 且高风险往往伴随高报酬 也因此如果站在外汇交易市场中 看到主打低风险高报酬的交易方式时 无论对方说得多么天花乱坠 我们都必须打上好几个问号 当前在外汇交易市场 特别是保证金交易项目中 风险总是跟报酬成正比关系 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强调 某种量化策略交易 能在创造高报酬时 承担极低的风险 这种套路就非常可能是诈骗 或在一定程度上有欺瞒的行为 说了这么多常见的诈骗手法 我们最后要来看看 有哪些做法可以协助投资人 尽可能地避开诈骗 首先还是要回到平台的正规性上 无论是真正用心经营的平台 还是诈骗集团 平台在宣传时都会声称自己受到金融机构监管 透过没成本的话术 削弱消费者第一时间的戒心 也因此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查验他们的说辞 这点听起来麻烦 执行起来其实并不困难 以市场上常见的外汇交易平台来说 经常出现的监管机构 包括了美国全国集货协会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 加拿大投资业监管机构 日本金融厅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与澳大利亚 证券及投资委员会 这些监管机构都有官网 点进去就有相对应的栏位 可以查询平台是否真的受到该机构监管 这样的做法的好处在于 只要试过一次 以后查验的速度就很快 可以用零成本的方式 排除掉一大批潜在的诈骗风险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建议朋友们 按照前面分点介绍的内容 尝试在对方的说辞举动中 找寻可疑之处 借物被贪念影响 一头热的栽进坑中 要知道 投资这条路走得安稳长久 才是获利的重点 只要把本金守住 市场跟机会永远都在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社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